Kalori Longchang Desk 今天我要為大家介紹一個 我們來到香港之後 就是喜歡吃的壽司 就是用午餐肉和雞蛋做的 餐蛋飯的壽司 那材料現在就為大家介紹一下 材料是有壽司的紙材 然後就是你喜歡自己吃的餐肉 這個是雞蛋和壽司飯 材料是非常簡單的 我們先煮飯 這個飯也是用珍珠米 這個珍珠米是蒸熟了飯之後 平時煮飯這樣煮 然後趁熱的時候 把壽司醋拌勻 然後攪拌均勻 然後保持濕潤 不要乾了 這樣攪拌均勻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就首先預備 那塊餐肉 餐肉呢 你可以選擇你自己喜歡的牌子 任何的形狀也是OK的 我們在罐裡 通常都在罐裡 麻煩你 在罐裡拿出來之後 然後呢 我們就把它切成為 一個可以包的尺寸 好了 然後我們整塊放進去 煎香幾面 先把它切成 接著下一步呢 我們就預備那個蛋捲了 那其實這個呢 就跟整肉指燒的方法呢 就大同小異而已 我們就把蛋打進去一個碗裡 那譬如如果你做肉指燒的話呢 你會加煎魚汁 然後裡面有點甜甜的 那我自己呢 覺得這個餐肉的壽司卷裡面的蛋呢 我們就不要做到那麼甜了 那所以呢 我就不加糖了 然後呢 我們倒進去一個 預先燒熱了的平底鍋那裡 好 那蛋捲呢 就完成了 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包那個壽司了 好 喏 壽司隻 你可以用壽司隻的 如果你沒有壽司隻的話呢 你也可以用一張保鮮紙去做的 那首先呢 就預備 一張紫菜 放在上面 紫菜呢 有個痕呢 首先它有個打直的痕 那我們呢 就要打橫它 因為令到它 我們的卷都比較大的 所以呢 打橫就會好一點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就把那些飯 一汁一汁的鋪上去 然後呢 然後呢 我們把這個餐肉放在這裡 然後呢 還有那個雞蛋 盡量把它拍實一點 然後呢 我們現在呢 就把它捲了 成為一個長方形 那我們呢 就把它捲成為一個長方形 捲好之後呢 捲好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切了 我們首先呢 把頭尾的那些 就 比較沒有那麼靚仔的部分 就切了它先 這樣呢 就把剩下的那些呢 一塊一塊這樣切開它 就是的了 其實呢 我呢 是經常都會很想吃到餐蛋飯的 那這個 這個 自己做的餐蛋飯壽司 絕對就是可以幫你 帶去做一個便當 這樣 帶去上班啊 或者是去夜餐啊 吃啊 那這個就是 今天為大家做的 餐蛋飯壽司了 那這個就是 那這個就是 我們早餐蛋飯会 所以這邊 我們記得 你們 我們會做的